嘿嘿 随着线车网络的发达 就不少人坐在家里面 就可以知道外国的趣事 那么对于吃货我们来讲 美食肯定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吃播 那么吃播不仅国内有 国外更是非常之 就比如韩国 因为我最近晚上 刷视频的时候 就老是给我推送 韩国的小哥哥 小哥哥小姐姐 吃播 什么黄金面 炸鸡 更好吃那种视频 说实话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 就特别有词语让我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看包括韩剧也好 然后经常会出现他们的美食 但是他们的美食 你发现没有 就翻过来掉过去 就那么简单 各种面 辣排菜还有什么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 不是特别新鲜蔬菜 就可以放在一起 一进一个胭脂 如数价值 就所以不知道 韩国真的是美食荒木 还是营造出来的真香 好吃 中国小哥哥 申请出菜 其实做韩国吃播有讲究 必须有一个木质的 这种看起来特别青色的小拖盘 咱这煮肉做的 火鸡面 泡菜 辣白菜 都叫什么小葱 豌豆腌的 就是腌小葱 腌黄瓜 还有海苔 当然还有那种炸鸡 炸鸡咱们就不吃了 也都知道什么味儿 其实这些东西 这个我吃过 这个我吃过 这些我是没吃过的 我是奔成这些 对还有跟背景是黑色的 因为咱们没那条件 咱用白的 搞了一杯 所以在度数的可乐 还搞一个这种 就方便这样夹着吃 就一个碗就可以 多时一句 就包括吃饭的时候 带手套 这种白手套 黑手套 也有点脱了脱脱脱脱脱的感觉 先喝过啤酒 这个小葱我特别喜欢吃 但是我喜欢吃这种生的 这种腌的我还头一次吃 它当然也有那个小葱味儿 但是不明显 就半生不熟的感觉 多了一些甜就辣了 这小黄看起来不错 也偏甜味儿的 酸酸甜甜挺不错的 这辣白菜 辣白菜就很辣 很红 特别红 它 它这没切是呀 卧槽 一整颗白菜 都不知道切一下 一般吧 我这很疲惧男是个吃面条的 一口气说吧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会还会吃不完 就好吃不完 不完整 都不完整 我们都吃了 我们都吃了 能不能吃过 我们都吃了 我们都吃了 我们吃了 看来 这个视频我准备放在晚上发布 假如说有勾起你的胃泪的话 麻烦大家给我点个赞 蝶子会变成这样的 等會有所有的部分 有雞蛋 哇 哇 我真的不想吃 我不是吃的 我超想吃的 我今天也不想吃 我不是吃的 你很想吃 我不是吃的 我已經吃了 我會吃的 我會吃的 很美味 我會吃的 我會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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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说实话 我烧热气 我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分饱了 所以说特别怀疑那些一个奸下巴 每次都是很多的 那些个小哥的小姐姐们 是什么事的 小哥 不辣 煮得打360度 吃 是我 酱 酱 酱 吃一下 就是想进来尝一下 哎呦我吃 看起来好没胃口 这两个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吗 不是啊 埋着 还腌着 吃一下 哦不要了 我看起来不好吃 一个字 韩国人真可怜 哈哈哈哈 我总共煮了三包 应该是吃了小两包 就吃到差不多有点反胃 然后那是一个韩国的吃播 一次煮个五六包七八包 吃到面不改色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难吃谈不上 但是不是很好吃 就很一半 为什么韩国吃播 现在越做越不行了 我觉得大个驴 跟他们的食材 比较匮大有关系 难怪他们一直偷我们的东西 你看他们一天到晚 不是火一边就炸鸡 他干把 跟他们中国美食比起来 我刚才做的比较 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样子 那个表情 就看起来特别的好吃 但是当你坐下来 真正去品尝的时候 就觉得好难吃 然后也并没有觉得有那么小 就是说话你不得不恢复 那些个韩国吃播 这么难吃都能吃得那么小 当然韩国也不是那么一无四处 他们